冬天要到了 早日停战对欧洲才好 不会那么快 他上台之前有两个月的勾兑时间 那么现在战场的态势 大家已经明显的能感觉到 而且乌克兰本土 就能够出现的 新的力量很少 如果美国这样的一个大金主 撤出了对他的支持 那战场上就不会出现 更多的抵抗力量 你看 朝鲜已经明确的 被宣布有军人已经到达了战场 但是原先叫的最小的 像乌克兰这样的国家 有没有对等的派出 什么一两万人作为雇佣兵 出现在战场上 就跟 我们经常在视频中看到的 这个小狗狂吠一样 是吧 见了一条大狗 他在那不停的叫 蹦啊 跳啊 主人啊 勒都勒不住 就差不多 就着他的脖领了 绳子都拴不住了 你把绳子一放 你看他叫吗 波兰人想恢复自己的荣光 因为历史上被灭国三毁 是吧 他确实想恢复自己的荣光 他想祭赞的普鲁士 是吧 因为他现在的国土就是东普鲁士 又想恢复原来的波兰地盘 但是他要有个前提 有人在后面支持 他才能在保持正式正确的情况下 充当马前筑 是吧 你平常用绳子在后面勒的 你都勒不住 是吧 你现在把绳子放开 你看他会往前冲吧 他会出国用兵 跑到俄乌战场上去吧 很简单的道理 波兰人非常想恢复大波兰 曾经占领过大片的俄罗斯领土 但是 你真的没有想更安全的 你真似乱 你真似乱 可能 你真似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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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似乱